记者汤士明彰化报道,彰化献花坛乡民周嘉鹏,周嘉庆兄弟俩一年多前由专家技术指导,以温室栽培出罕见的天蜜哈蜜瓜,今年是逢彩收期,今天受邀前来的乡长李成记等人大口咬下,香甜多汁的果肉,散发出浓郁的蜂蜜香气,残留在口腔内久久不散,令众人如痴如醉。 周嘉鹏说,他的父亲把自家农地传交给他与弟弟周嘉庆,他们看准花坛香气候温和,土壤肥沃,一年多前经由专家技术指导,栽种国内罕见的天蜜哈蜜瓜,这种哈蜜瓜有瓜中蜂蜜美称,成熟瓜体里面有助甜如蜜般的蜜囊,果香迷人,果肉入口即化,是水果掏客的最爱。 周嘉庆则说,天蜜哈蜜瓜生性娇嫩,不易照顾,稍有不慎即易得白粉病,整颗哈蜜瓜即爆销,由于品质不稳定,国内少有人种植,但他们成功种初四分地面积的天蜜哈蜜瓜。 今年是逢采收期,每颗果皮网闻细蜜,果肉有白色与蜂蜜色,肉厚多,滋柔细多汁,甜度最高达17度,且富含蜂蜜香气,不仅香甜可口,还可供观赏。 乡长李成绩表示,周嘉鹏,周嘉庆兄弟俩年轻有为,愿意返香顶逐烈日夏天耕作,难能可贵,且还成功种出高经济价值的天蜜哈蜜瓜,栽培技术高超,他们大口咬下时口齿留下浓郁果香与蜂蜜香气,可说是人间享受,幸福满满。